中央社记者杨思瑞台南28日电,民进党立法委员黄伟哲今天下午邀请台糖公司工研院等单位人员到台南市七谷区的水产试验所海水翻养殖研究中心,听取乳粒壳在利用的苹果报告,盼台糖尽速限制原料供应链,台糖公司副总经理红火文表示,台湾每年约产生12万吨乳粒壳, 大量肥壳往往对当地造成环境问题,母粒壳主要成分为碳酸改,回收处理后可作为肥料,饲料及建材,这些都是台糖公司所需要的物料,台糖公司生计事业部执行长黄明生指出,经过一年的规划并与工研院合作,台糖正在评估新建母粒壳生计材料厂的地点,预计明年可开始建厂, 母粒可经过两次加工升级到食品及原料后,可研发为保健食品,美容保养品等,提高附加价值,对于滨海区的环境改善,以及民众收入都有益处, 黄伟哲表示,母粒对于环境中的二氧化碳吸收有顾碳作用,所产生的可有可处理为肥料、饲料或建材,不应视为废弃物,应该看作是一种资源, 他说,地球资源逐渐耗劫,循环经济开始受到重视,总统在英文上任后积极推动循环经济的落实,台糖公司为国营企业更应该带头执行国家政策, 因此要求台糖尽速研易乳利科原料供应物流链,并与工研院合作辅导在地企业,进行合格生产加价值技术交流, 为农与业创造新的就业模式1061128